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 今天介绍一部五郎叔出演的喜剧片《没有养老的资金》 西子从大屏幕上看到有个老太婆说 人一到60岁,手里必须有4000万养老金才行 和人民币约200万 于是西子变得很焦虑 而西子的公公病危了 他和丈夫急忙跑到医院 哎呀和,这不是五郎吗 这一对夫妻还挺般配的 而五郎的父亲也很眼熟 正是小兽兽大爷 兽大爷已经病入膏肓了 而且很快就去世了 开局就死,这有点对不起兽大爷的演技呀 而五郎的妹妹让五郎出葬礼的费用 说父母住疗养公寓的这些年 他花了许多钱 而且还弄了个账本,贴满了各种收据 这对夫妻可是真细致 西子说,可是我家也每月出9万元圣养费呀 妹妹说,那也比不上我家花的多呀 五郎觉得妹妹确实付出了不少 所以同意了出葬礼的费用 五郎的母亲说,葬礼要办得风风光光 因为他家开的合礼堂 是合适高点老字号 不能辱墨了名声 而当西子去选棺木祭坛礼堂的时候 被殡葬公司的人一通忽悠 用花钱少没面子的话术 忽悠了西子 花了330万搞豪华葬礼 还说收到的礼金一定会比葬礼费多 因为瘦大爷的朋友特别多 结果豪华葬礼时根本没几个人来 礼金只收到42万 因为瘦大爷的朋友都老得来不了了 西子跟一起上瑜伽课的朋友五月吐槽 说葬礼七七八八的花了有400万 而五月说他母亲反对奢华葬礼 所以去世时葬礼连30万都不到 西子感叹五月的母亲可真是替五月着想 西子在一家商店做售货员 也该到转正的时候了 哪知店长通知他明天不用来了 西子这就算是失业了 此时家里的余额只有300万了 一家人紧一缩食的 儿子吃那个猪肉豆芽菜锅都吃顶了 但这个猪肉豆芽菜锅看起来很不错呀 营养很均衡嘛 而女儿直接宣布他找了个男友 而且转天就喊男友来拜访 他男友这一身的尖刺 去地里偷西瓜肯定方便 女儿和尖刺男友是在漫展认识的 尖刺是搞乐队的 家里开了家著名饺子店 女儿高兴的说他们要结婚了 说要在一个名人经常办婚礼的著名酒店 办个盛大婚礼 而且女儿说他已经怀孕了 这一连串的雷 炸得夫妻俩晕头转向 那么高档的婚礼至少要600万 就算和亲家一家一半也拿不出钱来 而很快女儿就搬走跟奸刺一起住去了 五郎抱着三岁时给女儿买的生日礼物 哭了起来 西子忙安慰五郎 而雪上下霜的是五郎也失业了 而且因为公司是破产 所以他的2000万退休费一分也没有了 西子如遭雷击 五郎在电话里哀嚎该怎么办 西子听到电话里有火车声 他怕五郎想不开自杀 忙说给他做了他最爱吃的关东煮 让他赶紧回家 五郎一听关东煮 顿时就饿了 必须赶紧吃饭 立刻马上 好像串台了呀 虽然夫妻俩双双失业 但幸好两人心态都很好 还有说有笑的苦中作乐 儿子倒是很通情达理 跟回来搜刮东西的姐姐说 你一个实习期员工和一个独立乐队人 办那么盛大的婚礼 不觉得太奢侈了吗 而且是花父母的钱 但女儿却理直气壮的说 婚礼就是要双方父母出钱的 气得西子气喘如牛的 之后西子找到一份超市的工作 但他笨手笨脚的 结账顾客排了长队 白饮料时掉了一地 倒垃圾弄的遍地都是 幸好店员小黑安慰鼓励他 让他烧赶好受了些 他问何时能涨工资 小黑说 你还是先把活干好再说吧 因为入不敷出了 他们把车都卖了 还跟妹妹说 他们拿不出每月九万元的赡养费了 妹妹又拿出账本说 自己家花了多少多少钱 还说五郎的这套房子的首付 都是父母出的 而西子无奈说 他会把婆婆接到家里来照顾 不住那昂贵的疗养公寓了 妹妹夫妻俩顿时同意了 而且还愿意出每月九万的赡养费 因为回到家里来住 其他各种杂费就可以免掉了 然后时尚的婆婆就来到了家里 还拉来了两大车家当 他懂事的把银行卡给了西子 说每月会有六万养老金入账 密码是四个四 西子心话怒放 感觉这样做太划算了 但是转天吃完早点喝茶的时候 婆婆直接喷了五郎一脸 因为婆婆只喝很贵的枝蜜茶 然后婆婆就去超市买了枝蜜茶 一百克两千八百日元 还买了很贵的牛肉回去 给大家做了寿喜烧 儿子连夸这牛肉太好吃了 西子觉得不对劲 偷偷去翻垃圾桶 发现那高档牛肉竟然两万四千块 八百克 转天他去查婆婆的卡 里面不但没钱 还欠费十万元 西子真的是欲哭无泪 而下次上瑜伽课时 他猛然发现婆婆也来了 而且做得非常好 得到老师的夸赞 下课后 婆婆非要请老师喝茶 而且选了高档的地方 点了高档的茶 西子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之后监测的父母 送来了一百万彩礼 儿子说 亲家果然挺有钱的 而西子的皮包都快磨破了 他早就看中了一只漂亮的新包 但当店员问他要不要时 他落荒而逃了 因为那只包九万三 对他来说太贵了 西子看到五郎 曾经的好友天马 搞房地产搞得很大 于是劝五郎 去找天马安排个工作 但五郎不愿意去 因为当年天马突然辞职 没告诉五郎 因此两人有别扭 而婆婆突然接到了骗子的电话 说她的孙子骚扰女性被抓了 要赔偿一百万 婆婆赶紧给孙子打电话 孙子告诉他那是骗子 说他马上回来 很快警察就来了 说他们得知有骗子打电话骗钱了 说他们想将计就计 在婆婆给钱的那一刻抓住骗子 于是婆婆把亲家给的一百万礼金 装进信封 上警车走了 在车上 警察还查了查信封里的钱 然后让他在广场等骗子来拿钱 但是根本等不到 再看信封里都是废报纸 钱早给骗子换掉了 原来这是一个连环诈骗团伙 警察说 婆婆没受伤就算万幸了 婆婆看着长相凶恶的警察说 您二位真是警察 俩警察很是无奈 经此一劫 希子家的经济陷入困顿 希子只好去找自己的父母借钱 哪知他父母在海边开了个冲浪店 而且还带了款 根本没钱给希子 而五郎找不到文职工作 只好接受了一个体力工作 但在指挥车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 差点被车压扁 幸好同事救了他 下班后 同事带他去喝酒 说自己65岁退休后就离婚了 生活无忧无虑的 五郎送喝多的同事回家 发现他房子特别大 里面有好多人 原来这是个合租房 许多人住在一起 做陪酒工作的热情女孩雷娜 赶紧招呼五郎 跟五郎喝起了啤酒 结果五郎喝完就睡着了 转天醒来 发现希子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 他赶紧给希子回了电话 说昨晚喝多住同事家里了 而在这里 舒舒服服的吃完早餐后 五郎和雷娜一起出门 五郎要去工作 而雷娜要带儿子去游乐场 结果这一幕刚好被希子看到 希子把五郎一顿打 婆婆也帮着打 还说他老伴瘦大爷 年轻时经常干这种事 五郎忙说是误会了 并带着希子来到合租房 说明真相 希子立刻被这里吸引了 感觉这里真的很温馨 也很开心 听说大家经常一起去野餐什么的 他很羡慕这种生活 这天五郎说 他八十岁的父亲 闹情绪离家出走了 但政府下周要来调查老人 是否健在 以判断是否继续发放养老金 所以五郎想请希子帮忙 找个八十岁左右的老头 来冒充一下他爸 而婆婆自告奋勇 说他来冒充 而五郎给了婆婆 一年养老金的十分之一 三十万元老务费 然后婆婆就化好妆 躺下装老头 政府的人过来询问情况 希子通过耳机告诉婆婆 出生年月等问题 哪知五月的父亲突然回来了 得知有人冒充他后 大发雷霆 说他们是骗子 立刻抽出他的长刀追赶 希子赶紧拉着婆婆 仓皇逃命 骑着自行车 一溜烟的逃走了 两个人惊魂未定 突然哈哈大笑 真是好久没这么刺激了 婆婆说 这三十万劳务费 还是还给五月吧 从此婆媳俩的关系 得到了升华 毕竟一起行过骗嘛 而婆婆还兴高采烈的 给自己的女儿 讲他们帮人骗养老金的事情 女儿看着老人如此高兴 很是欣慰 觉得希子做的真不错 但转天一早 婆婆心脚痛发作 希子及时发现 给送去了医院 医生让婆婆 常被硝酸甘油 放在药盒项链里 以备不时之需 而婆婆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于是她决定办生前葬礼 但已经被受待的葬礼 折腾了好多钱的 希子不同意 说家里实在没那么多钱了 但婆婆说 她会自己来搞定的 而希子查了一下 生前葬的费用非常之高 她不明白婆婆 为何非要搞这个 她跟五郎说 她绝对不参加 婆婆的生前葬 但婆婆却积极的筹备着 最终生前葬 就在练瑜伽的院子里举行了 该请的人都请来了 大家欢聚一堂 非常热闹 婆婆发言说 感谢大家带来的美食 感谢瑜伽老师 提供的免费场地 原来婆婆搞的是野餐版生前葬 根本没花什么钱 而希子下班回到家 发现婆婆忘带药盒项链了 她急忙跑去给婆婆送药 发现婆婆正在讲话 说她怕自己突然就走了 所以才办了生前葬 提前感谢大家 说丈夫去世后 她因孤独而胡乱消费 给儿子儿媳添了很多麻烦 说丈夫华而不识的葬礼 实在没必要 所以自己死后 不会让家人身心疲惫 还说她特别感谢希子 说老伴去世后 她孤独地住在疗养公寓里 真想赶紧死了算了 但此时希子把她接回了家 讲到此处 婆婆已是热泪盈眶 而希子听了很吃惊 差点撞翻了拱门 而婆婆真挚地对希子说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希子不知说什么好 说她是来送药的 哪知婆婆说 她换了个漂亮的药盒 婆婆还说 因为希子 她才能活得那么开心 她对希子真挚地说了声感谢 希子感动得哭了 众人也都被这份婆媳情感染了 希子的女儿和奸刺过来 说他们决定不办奢华婚礼了 说也想自己办一个 像这样热闹有意义的婚礼 而亲家也支持这样做 希子感觉一切都变得太美好了 一群人又唱又跳 好不热闹 而五郎的妹妹也被感动了 她感到有些惭愧 于是决定把妈妈 接到她家里去照顾 而且也不用希子 出每月九万元的生活费了 希子有些不舍 而婆婆说 她会时不时回来住的 还将生前葬收到的十万块礼金 送给希子 说花了一万 盈利十万 让希子一定要把这笔钱 用在自己身上 而五郎感觉自己 实在干不了体力活 最终还是去找了好友天马 天马对二十年前 不告而别的辞职 说抱歉 说她的公司越做越大 而她形势很是独断专行 所以需要一个人 时不时的规劝她 让她清醒 她邀请五郎来公司帮她 当希子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非常高兴 一家人喝酒庆祝 此时儿子说 她准备搬去公司宿舍住了 这样一来 一家人就剩下五郎和希子了 之后希子用婆婆给的十万元 买了那只心仪很久的包包 连店员都替她高兴 买完包的希子 终于恢复了女王的气质 之后手艺很不错的五郎 复刻了力和堂的招牌糕点 牡丹饼 然后端给大家吃 原来这两人把房子卖了 住进了合租房 现在他们的存款达到了一千四百万 而希子觉得 那些说养老需要四千万什么的 都是煽动焦虑 其实只要换一种简单的活法 就会很轻松 本剧中 钱乃身外之物 但没钱难移寸步 视金钱如粪土 但粪土无法裹付 财富是好东西 但有时却买不来幸福 金钱不可或缺 但买不来内心的富足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生太短 幸福最重要 好了我要去做饭了 顾顿白下次见 有猴